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医师朱宇云 今天我们要来解决一位桃园的贾先生的问题 贾先生问的是有关于龙鼻手术的问题 他问说我们鼻子的整形有分哪几种的分类 那么材质形状有什么不同 其实你龙鼻要用什么样子的材质 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其实是要看你自己本身的鼻部的条件 还有你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 一般来讲我们龙鼻有分成两种方式 现在我们比较习惯说的 譬如说韩式龙鼻 三段式龙鼻 也都是按照这两种方式 然后来进行一些鼻部的整形重建的部分 譬如说我们的材质就有分成 譬如说矽胶的材质 或者是Gortex的材质 那也有就是去融合矽胶跟Gortex的卡麦拉的材质 那如果是以字体的组织来做龙鼻的话 通常我们会使用肋部的软骨 或者是耳朵的软骨 那么你可能会问说 我到底是适合什么样子的材质来进行重建呢 或者是我应该要用我的软骨来重建呢 还是我要用这个就是矽胶或者是卡麦拉的材质来重建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我刚才一开始问的问题 你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鼻型 还有什么样子的效果 如果你是譬如说比较缺山根的朋友 那可能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你的肋部的软骨 或者是你如果不想要使用你的肋部的软骨的话 你可以使用譬如说卡麦拉或者是Gortex 或者是矽胶的材质来进行这个山根这个地方的重建 那同时如果你希望你的鼻头或者是鼻翼 有一些形状上面的改善的话 那我们也会建议搭配呢 使用譬如说耳部的软骨 或者是一小部分的这个肋部的软骨来进行重建 所以呢关于这个鼻部整形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一个大哉问 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遵循一样的方法 跟一样的原则 还是要看你自己本身的鼻部条件 跟你最后你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完美鼻型 医师会根据你的条件 还有你的需求做评估 然后才能够给予你最好的手术建议哦 不知道今天的回答 有没有回答到这位贾先生的问题呢 那如果贾先生或者是其他的观众朋友 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并且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